先来讲解一下BNI Connect后台的功能是什么 那我们在Google搜寻BNI三个字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www.bni.com.tw的网站 然后点击一下 这个是台湾区的BNI中文网站 然后右上角呢 就会有一个BNI Connect 就是BNI连结的意思 那点这个BNI Connect 点一下呢 会出现BNI Connect Global.com的网站 然后会出现登录的画面 在你还没有账号密码之前呢 你是没有办法登录 所以必须把你自己的个人的名称跟email呢 提交给执行董事 那直董呢就会帮你去申请 然后你会收到email 收到email之后来设定密码 那我这是已经申请完毕的结果 所以呢会有一个你自己的个人账户名称 然后你要输入你的密码 好输入密码之后呢按登录 然后这个就是登录之后的管理后台 这个就是BNI Connect的后台 那后台这边会有一个照片 那照片是因为我已经上传了 所以如果你这边是空的 你要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要先去填写一下你的资料 包含这边你要变更密码 或者是更新你的个人资料 变更头像标志 更新隐私装置等等 那变更头像装置这里点击之后 就可以去更改你的照片 这个大头照 好这边有个添加图像 好这边有个添加图像 你就可以点击 然后去选择你的照片 好选择你的你的照片 然后按开启 那因为我现在没有要更换 所以我就保持原有的就好了 那这边是上传公司的logo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按钮 然后去选择你的公司logo去上传 JPG、PNG或GRF都可以 好 然后在我的人脉这边 好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分会 联络人82个人 这是我们自己的永恩分会的会员 按一下管理看看 好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会员 好所有的会员的名称都会在这边 然后呢 你看右边这边 看大头照就会知道有谁登录 登录我然后换过照片 大树教练的、置评的、心绪大哥的、明影、哲佑 柏军、樊继仙、黄律师、郑翔、王云芳、大方 威杭、树林、文松、明太、彭金卫、世荣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点好我点一下世荣的资料 好那BMI-Connect 为什么叫Connect就是可以跟其他人做连结嘛 所以这边有个搜寻的符号啊 你就按一下这个搜寻符号 然后假设你今天是要找 比如说我要找电脑类的 然后你就按查找会员 他只会秀 你打中文应该是秀 秀哇 嗯好很好 他把那个全世界的电脑类的全部秀出来了 如果你找电脑然后台北 按查找会员的时候他会找出 嗯这些常发、常容、常乐、常信 对这个都是台北的分会 没有错 然后到这边好几页一直到 哇第七页 等于是台北跟那个电脑方面相关的 这个地址这边有台北 都找出来了 然后如果你要跟某一个人联络的话 你要跟某一个人联络的话 你就只按这个加号 按加号 然后这边就可以写 你的讯息然后按提交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就先关闭做示范而已 这个工具主要就是可以跟世界各国的BMI的会员做联系 这是BMI的一个全球性的比较很重大的很棒的资源